郭晶晶被小鲜肉贫搭闪,获起钢满腔醋意,半天憋出两个字都翻众人,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梦想,这进入娱乐圈发展,的确娱乐圈也是如今能够最快实现名利双收的地方,而娱乐圈中的高收入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 这些明星每一部戏的片酬,或者一场活动的出场费都是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,但是就算如此,还是有很多娱乐圈中的明星几破头都想嫁入豪门,就拿曾经离豪门狠近最终确实之交臂的梁洛诗来说,曾被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接花天价,为他从金黄赎审,两个人还生下了三个儿子,但是最后梁洛诗还是没有能够嫁入李嘉,还有如今被众人嘲讽的台湾女星吴佩子, 同样也是如此,所以在当初郭晶晶嫁入香港顶级豪门或是家族的时候,就让很多人都艳羡不已。 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,郭晶晶并不算是娱乐圈中的女星,而她也是那些娱乐圈中的女星,无法相比的,毕竟郭晶晶曾夺得过奥运会的冠军,多次为国争光,她所做出的贡献更是那些娱乐圈中的女星,无法和她相提并论的。 但是郭晶晶嫁入霍家后,丝毫都没有那些酷太太的行事风格,依旧还是保持着自己一贯朴素的生活作风,还曾经为了能够和霍启刚进行思想上的交流,特意前去美国进修身造。 而结婚后两人也一直恩爱如初,郭晶晶还为霍家生下了一子一女,也让公公霍真听甚为开心,而霍启刚在和郭晶晶结婚后,也已改平时公自个的作风,变得十分低调。 而在结婚后,他们还曾一起参加过综艺节目,而在节目中,两个人一直都是非常甜蜜的状态,连自我介绍,都要撒一把狗粮秀一爱。 霍启刚曾在节目中一脸甜蜜的介绍,大家好,我是郭晶晶的老公霍启刚,而郭晶晶则附和着霍启刚的说法,大家好,我是霍启刚的老婆郭晶晶,这也成为了最萌的自我介绍,而在节目中有一个镜头,令人印象十分深刻。 因为节目组的要求,一位长相帅气的小鲜肉,必须得前去和郭晶晶搭讪,由于这位小帅哥一直在和郭晶晶说话,这让旁边的霍启刚看起来显得有些委屈,或者说已经有些吃醋了。 不过尊重妻子的霍启刚,还是没有表达出自己都不满,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才吐出两个字别反,而这种可爱的反应,也让很多人忍俊不禁。 而等小鲜肉走后,霍启刚的反应就更加可爱了,他半撒娇的对郭晶晶表示,烦死了,他主要是来烦人的。 这也可以看出霍启刚是十分注重郭晶晶的感受的,而霍启刚也和一些香港名流不一样的地方,是他的话普通话说得非常好。 之前霍启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道表示,之所以自己的普通话会说得如此流利,就是因为在家里的时候,为了能让郭晶晶听起来不费力,他曾经专门去请老师学习普通话,而这两个人和一般的夫妻也不太一样,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却更加真实,也更加令人厌线。 感谢观看